外国外家一定是香港的企业传统 香港企业没有回归支持 都是三十中国 目前回归更加容易国家发展 这些是应该的 精神绝朔 声音洪亮 盘及不久前 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决定 今年以104岁高龄的香港爱国实业家陈伟南 仍略显激动 他说爱国是香港企业家的一贯传统 由爱国者治港是天经地义的 1919年出生于广东朝鲁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伟南背上行囊 独自赴港谋生 从摆地摊到打定工 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他白手起家 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 半个多世纪的光阴 陈伟南往返于两地之间 亲历了香港沦陷 新中国成立 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 也见证了近百年来 祖国与香港的崛起与发展 我知道那时那些学生跟我说 买枝粉白 舊书都没有钱买 那时我这样的国家怎么搞 没有钱 现在超过国 所以我虽然今年百几岁 我对国家加工的进步 我会想 因为中国已经有金量 中国不是说十几岁 中国一年一年 好的 在港经商数十载 凭借对市场的分析 和对时事的精准判断 陈伟南陆续在香港 开办了橡胶贸易公司 粮油经销公司 饲料厂等 从务农出身的打工仔 成长为彼时文明香港商界的 橡胶大王 饲料大王 1984年10月 旅港38年之久的陈伟南 首次回到家乡广东潮州 但家乡贫困的状况 却让他终身难忘 于是 他决定从教育抓起 振兴家乡 他出资新建学校 并亲自去校址勘查 要求改善教学设施 吸引优质师资 他还长期为贫困学生 设立奖学金 鼓励青年人刻苦学习 奋发自强 三十多年来 陈伟南向内地捐资总额 达到两亿多元人民币 在老人看来 自己的商业成就 得益于国家的强大与发展 因此 只要国家所需 他都愿以尽己所能去做 我说如果我贡献 我照安文 我自己说都不是很多 我现在我贡献 我时时刻刻对国家 需要什么 我都愿意去做 同时我都跟他说 我在香港不是很有钱 不是很有钱的人 我一片外国的生理 所以我对国家学习 学习 学校 医院 这些对民生有应我去做 如今的百岁老人 亦是儿孙绕席 对于后代的教育 陈伟南也始终秉持 爱国爱乡的家训 耳濡目染 为子孙后代树立春梁家风 他潮泽话有一句 更珠是尺更默是黑 所以我平时对家风 对佑南对我的孙仔 平时跟他讲国家的东西 叫外国之类 他一天一天听到你的脑 所以你家庭教育 对国家都很重要 陈伟南的儿子陈佑南 如今身兼国际朝团总会执行主席 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 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多职 作为香港商界代表 他坦言过去一段时间的社会动荡 对香港企业造成巨大冲击 相信爱国者治港 将会为香港带来和平和安定 又为香港商界的重新振兴 打下一记强心针 这次的人大的决定 对香港的选举制度的改变 我是绝对支持的 因为作为一个商人 作为一个投资者 如果看不到几年之后的社会情况 很多人是却谱 不想来到承担这种风险 但是有这个人大的决定之后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是由爱国者才能够参加这个议会的工作 这个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强心针 能够可以促进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 坎吉刚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 多年热衷参与高新科技项目的陈又南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 无论对于香港企业还是青年来说 都是不应错过的机遇 他鼓励港企和青年发挥优势 积极参与大湾区发展建设 大湾区人口大过香港十几倍 这是非常龐大的市场 而且人的质素也是相当好 深圳有十几二十所大学或者分校 教育程度也相对高 其实大湾区可以提供到 市场第二人才 第三甚至资金 这几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地区的发展 对于企业的发展 与父亲一样 陈又南同样关注青年教育问题 近年来 他所负责的社团定期邀请专家学者 为两地青年开办交流讲座活动 旨在促进香港青年对祖国的了解 更好地融入国家建设发展 一定要了解到中国 因为你不知道中国这百多年来 所走的路是如此艰辛 今天的成果实际上得之不易 当然我觉得以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现在大家都有一条向心 我个人觉得 如何能使学生对中国的了解 其实最重要是亲身体会 亲身体感受中国的情况